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脑补君 今天咱们就来聊聊宇宙中那些比较恐怖的星球 金星是太阳系八大行星之一 是从太阳系向外的第二颗行星 它与地球的大小和体积十分接近 甚至有人觉得地球和金星就是一对双胞胎 人类对太阳系行星的探测首先就是从金星开始的 自从20世纪60年代起 科学家们就对金星产生了极大的兴趣 它的表面温度高达500摄氏度 是太阳系中最热的行星 金星的地表遍布火山 气压更是地球的92倍 空中还被一层高反射不透明的硫酸云覆盖着 阻挡了大部分来自太空中的可见光 再加上厚达56公里的云层 让整个金星像一个大蒸笼一样 而在金星的云层顶端 还有时速高达350公里的狂风 时长还会下起硫酸雨 这些恶劣的条件让我们连在金星上站立一秒钟的机会都没有 更别提人类的生存了 科学家们猜测它可能在过去拥有海洋 但是温室效应导致温度上升 将海水全部中发掉了 如果没有这样的温室效应 金星的温度可能会下降400摄氏度 如果你用望远镜观测金星 你会看到一颗金黄色的大星球 但是耀眼的金星在一些人眼中并非代表吉祥 犹太人曾认为它是恶魔的化身 是一个恶星 古墨西哥人也很害怕金星 他们认为金星的光芒会带来疾病 当然这些传说都是因为古人不了解天体运行规律 而意象出来的 其实金星就是金星 无关人间祸福 迄今为止发往金星或路过金星的各种探测器 已经超过40余个了 而我们对它也有了更多的了解 木星也是太阳系八大行星之一 是距离太阳第五金的行星 也是太阳系中最古老的一颗行星 它的直径有142984公里 是地球的11.2倍 把木星和地球放在一起做对比的话 我们也可以明显地看出来 如果木星是一个篮球 那么地球就是一个小孩子玩的玻璃弹珠 此外它还是一颗气态行星 主要由氢气和氦气组成 我们远远地望过去可以看到 木星上有很多条这种黄白相间的条纹 其实这些条纹都是木星上如金涛骇浪般的风暴 它们的风速高达每秒一公里 如果人直接进去就会被瞬间撕成碎片 而在木星上最大的风暴就是大红般风暴 相信很多朋友一定不会陌生 它已经在木星上存在了几百年的时间 直到现在都没有停息 而且大红般风暴比地球上的任何风暴都要强劲 它的级别就相当于五十级台风 光说这个大家可能没什么概念 要知道在地球上 有史以来最强的台风是发生在1979年的泰培台风 它的风速达到每小时305公里 当初因为这场台风 很多国家都出现了大范围的洪灾 导致42人丧生 44人至今下落不明 而它的风级仅仅达到17级 由此可以联想 五十级台风究竟有多强了 这是一颗蓝色气态巨行星 位于狐狸座以北的方向上 距离地球62光年 它每两天就绕恒星旋转一周 轨道距离也与它系内的主恒星非常近 这就导致了它的表面温度很高 最高温度可达827度 由于直径和质量都略大于木星 所以也有人称它是被加热到827度的热木星 气温可以说是相当相当的高了 人是绝对不可能在上面生活的 不过第一次发现这颗星球的时候 研究人员却十分兴奋 因为这颗距离我们数万亿英里远的行星上 竟然发现了硅酸岩 说明这个星球会下雨 但你以为它会存在生命吗 其实它还有更强大的旋风 风速能够达到每小时7000公里 要知道在标准的气压环境下 声音的传播速度是每小时5220米 而这颗星球上的旋风速度 竟然是音速的7倍 换句话说 我这边说话的声音还没传到你耳边 强大的旋风就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把你卷跑了 这个速度比地球上已知的所有颈风都要快 同时也意味着一旦这颗星球下雨 雨水将以超高音速击打着星球上的所有物体 大家可以想象一下那会是一个怎样的场景 这雨怕是枪林弹雨吧 这是一颗距离地球340光年的系外行星 质量非常庞大 几乎是木星的4倍 轨道也很长 是目前已知众多行星系统中 行动范围最广泛的系外行星 有趣的是 在这颗行星上的一年相当于地球上的550年 由于它的自转很慢 一年中四分之一的时间都没有夜晚 在275年的时间后才会看到一次日落 不过严格来说 它并不算最恐怖的行星 但却非常神奇 它同时环绕着三颗恒星运行 如果在这颗行星上生活 你将会看到天上同时出现三颗太阳的景象 这不由的让人联想到后翼射日的上古神话 或许是真实存在过的 不过这颗行星上面的生存条件同样非常恶劣 表面温度高达582摄氏度 但科研人员完全不清楚这个奇怪的行星 是从哪里诞生的 有人猜测 它可能是在靠近主恒星的位置合并而成 然后向外迁移到现在被发现的区域 但也有可能是在较小的恒星轨道上生成的 然后被退出轨道 最后被这三颗恒星中最大的恒星给捕获了 至今为止 它的来源还是让人议论纷纷 这是NASA利用开普勒太空望远镜 在银河系中发现的一颗比碳还黑的行星 它可以说是我们目前已知的最暗的星球了 这颗行星距离地球750光年 比木星大一倍多 也是一颗气态巨行星 它离自己的母恒星非常近 仅有大约483万公里 这就使得它的表面被恒星的光热炙烤 温度高达980摄氏度 这比前面我们介绍的所有行星都要热 人如果在上面估计会被直接蒸发掉吧 但让人奇怪的是 如此近的距离 它为什么会这么黑呢 难道是被烤焦了吗 其实不然 这颗行星只是不反光 像咱们太阳系中 反光最多的木星 大概可以反射一半的太阳光 咱们地球可以反射三分之一的太阳光 所以就有咱们现在看到的样子 TRESRB它的反光率不到百分之一 所以看上去就像碳一样 有研究人员开玩笑说到 如果要给它起一个绰号 阿瑞波斯这个名字最合适不过了 这是希腊神话中黑暗之神的名字 如果我们有幸能够亲眼目睹这颗行星的话 也只会感觉到它是一团黑色的气体 里面还夹杂着一种淡淡的红色 就像是鲜红的容颜一样非常诡异 它是一个位于天鹅座的恒星 距离地球3849光年 大约在1800万年前 它爆炸变成了红巨星 现在它的核心正在进行氦的核聚变 一旦核中心的氦用尽了 它就会收缩成为白矮星 前面我们提到的金星的温度非常可怕 如同一个蒸笼 但开普勒七零的表面温度却高达27456摄氏度 比金星的温度还要高10倍多 就连太阳的温度在它面前也只是小意思 另外研究人员在开普勒七零旁边 还发现了两颗行星 分别是开普勒七零B和开普勒七零C 这两颗行星受到母恒星的影响 如今已经是一个火热的岩石世界了 而在不久后它就会彻底消失 就在2011年8月 澳大利亚的天文学家 突然发现了一颗表面布满钻石的行星 这颗钻石行星距离地球4000光年 位于巨蟹座 于是天文学家就将其命名为巨蟹座五五亿 它的大小是地球的两倍 质量是地球的九倍 而且运行速度非常快 公转一周只需要18小时 另外这颗行星围绕着一颗小麦充星旋转 发出来的白光 看起来确实非常漂亮 但是它的表面温度高达1650摄氏度 超过前面我们介绍过的所有行星 这是因为巨蟹座五五亿 恰好距离母星很近 可以接收到大量的辐射 这些条件完全决定了 这颗行星上绝无生命存在的可能 目前对这颗行星的研究表明 它的表面不存在水源 主要组成成分是碳、铁、碳化硅等 其中三分之一是碳 而碳元素在极端高温 和极端压力的环境下 就能结晶形成钻石 英国有个杂志 还为这颗耀眼的钻石行星 评估过价格 大概价值26.9亿亿亿美元 是的 你没听错 总共有30个零 不过这颗钻石星球离我们太过遥远 哪怕我们发明出了光速飞行器 也需要4000年的时间 才能够抵达这颗钻石星球 科学家在距离地球5000光年 先王座北部的一个恒星群中 发现了这颗蓝铃散星 还给它起了一个有趣的名字 吸血鬼恒星 之所以叫这个名字 就是因为它能够吸收和吞噬其他恒星 就连质量很大的恒星也不例外 它的引力和黑洞相差无几 当它吞噬掉其他天体 就会获得大量的氢原子 这些氢原子 可以使它继续保持核心的热核反应 甚至能够延长它的寿命 所以蓝铃散星看上去相当年轻 但它的实际寿命已经非常大了 关于蓝铃散星的解释有很多种 在现在的科研人员看来 担心的返老还童是不大可能的 只有多星相互作用才有这种可能 另外还有人提出过这样的猜想 如果将蓝铃散星和黑洞放在一起 到底谁会吸收谁呢 答案是取决于质量 谁的质量更大 谁就可以吸收对方 如此看来 宇宙中有两位霸王 一种是黑洞 另一种就是蓝铃散星 也不愧是排名第二的危险星球 接下来我们就来看看最后一个行星 这颗名为WASP12B的气体巨星 于2008年首次被科研人员发现 它的质量大约是木星的1.4倍 距离地球约800至900光年 而它与自己恒星的距离 大约是地球距离太阳的40分之一 在恒星的照射下 它的表面温度高达2250摄氏度 这个温度几乎是太阳表面温度的一半 因此它的表面也被烤得像木炭一样黑 除了温度高的惊人之外 它也是轨道运行速度最快的行星 它环绕着自己的主恒星公转一周 仅仅只需要一天的时间 而科学家们判断这颗行星将在300万年内毁灭 现在它正盘旋着向主恒星飞去 当它与恒星的距离足够接近时 将会达到洛西极限 潮汐力大的可以在短期内把它撕裂 那么除了上面介绍的这些星球 你们还知道哪些星球是比较奇特恐怖的呢 好了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 关于视频内容你们有什么看法呢 欢迎在视频下方留言讨论哦